而今天来看看有机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通路 现在您到台中来看看 这是位在台中的中心大学 每个星期六的上午都有农夫市集 什么叫做农夫市集呢 就是让生产者跟消费者可以面对面的互动沟通 有机农把栽种过程当中的辛苦 还有他们的快乐跟消费者共同分享 自然而然的大家了解之后 知道这一把菜的背后有这么多付出的心血 就愿意多花一点点钱 共同来支持有机农业 共同来支持在地生产 所以这种在地生产在地消费的概念 不但可以减少运送农产品的车程 也更是响应节能减碳的最佳示范 茶园里出现虎头蜂窝 这还不打紧跟着茶农谢贤红的脚步 茶园走一圈 我们才发现杂草与茶树争地的情景 已经分不清这里种的是草还是长 一般老人家的观念 对他们认为说这样很没有面子 很没有面子所以怕人家笑 所以你们懒动 对他们说我们懒动都不种这样子 所以观念是不一样 其实做有机最困难是这个心态的问题 种有机 谢贤红面对的是长辈的压力 和根深蒂固的观念 换形农法的耕种方式 杂草必除枝而后快 但是有机农法强调的却是万物共存 连虫也不例外 这是什么 必在了 会吃茶树的那种 对茶树的叶子 这最好是吃一区它的梗 虫不能杀 只能用手抓 往往茶叶的生长 赶不上虫吃的速度 谢贤红就得面对产量的压力 等到产量稳定 产销的通路问题又产生 这也是台湾有机农友最真实的声音 辛苦栽种的成果 只希望获得消费者青睐 来小姐 来啦 大宝 来啦 还有一种蛮强的 就是蛮强的 那你可让老婆心吃很巧的 在这边的话可以职业跟他们接触 然后可以感受到说他们对那一些植物 然后去告顾了心脑对他们的用情 可是如果像我们平常我们去有机电买的时候打开 然后就把蔬菜拿出来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然后再见 拜拜 中兴大学每周六的农夫市集 开启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对话的平台 面对面 当天献财的蔬果用故事行销 与农友告诉你 整地 丹土 细心恨复的辛劳 这种价值是打动人心的重要关键 来这北啊 小玩乐 小玩乐 来自邻近社区的公客 在英联友解说后 往往迈向不佳的农作物 放在超市和营养药 但在这边销售不抠 用社区的力量支持小农 支持在地 才是地产抵消的勇气概念 你如果今天说我们要消费一个东西 然后它从美国运到这个地方来 其他过程里面经过非常长 除了运输 其实耗费很多的农员 所以本来农屋市集所谈的就是一个在地生产 在地生产 农屋市集透过食物的分享 找回的是人与土地的情感 一杯茶 里头是为大地留下落土 为有机茶叶开场生机的用心 一个人的医院是有限的啦 有十个人 有一百个 有一千个人 那个力量就 就不一样了 为了带带传茶香 谢贤红亲手栽种树苗 而你愿不愿意用行动支持有机 一分钱为自己的健康 一分钱回馈农友辛劳 一分钱恢复自然生态 让自己农民和土地参赢